一连九天的九皇大帝圣诞千秋 昨晚迈入最后一天 数千扇信素衣百库 手持清香 聚集在热落洞斗姆宫 前墙护送九皇大帝回轮 护送队伍浩大 场面热闹 马上带您重温昨晚的盛况 拥有百年历史的 热落洞斗姆宫香火鼎盛 扇信们昨天傍晚就陆续聚集在庙里 并在晚上八点分别列队过平安官 及天寿官补运 祈求世事顺利平安 在护送九皇大帝出海前 李氏们也邀请曾在香港夺奖的武师团 呈现叫人拍案叫绝的跳桩表演助兴 使场面增添慎闹气氛 大约十点 扇信们手持清香 一步一脚印的跟在花车后 恭送九皇大帝出海回鸾 所以我们热落洞的九皇爷 这也是不错啦 也是有三郎亲女 很多人 你看今天晚上 还有跳桩 还有那个花车游行 我看几千个人 来送这个九皇爷 扇信们表示 恭送九皇大帝回鸾 是他们每年必定参加的活动 祈求九皇大帝保佑他们平安健康 每一年都是很热闹的 每一年就会天是蛮热闹的 一定很多人来送啦 有次数的人啦 如果是没有次数的人 大多40秒送啦 大多有次数的人都是来送的咯 给我们这里越来越平安 然后希望我们这里会越来越好 然后最好就是国台平安 然后再走着祖运嘛 就会希望不要这样多天灾人过 然后希望以色列那边的战争能够出 保佑我们春春丽丽丽丽平安 在九天的九皇大帝圣诞千秋庆典之中 斗母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敬奉神明 上西门表示 他们明年还会再度参加庆典 恭送圣假回鸾 祝福 祝福 敬奏神明 敬奏神明